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近日,好声音2020顺利完成了第一轮的导师对决 最终的结果是,李健战队大比分战胜了李宇春战队 正如李宇春老师自己所言,这次的失败算是给自己交学费了 其实在更多的观众看来,面对着强大的东北虎战队 一套战队舒适必然,但说的如此之惨,确实是让人始料未及 01,单一纯轻装上阵 诸所遮之,单一纯是李健战队的王牌群手 而李健老师对他很有信心,一下子在他身上压了两个积分 只要他胜过对方,东北虎战队便能够赢得双倍积分 不过李健老师的这个杀手锏并没有在关键的时候使出作用 换言之,单一纯这个王牌学员没有在这一轮的对决中起到绝对性胜负的作用 在首轮淘汰赛当中,单一纯是压轴出场的 不过在他出场之前,比赛在第四场的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在第四场的对决中,宋宇宁赢了李宇春战队的两分选手潘红 李健老师的战队高出李宇春战队两个积分 就算是李宇春战队最后一场胜利也于事无补了 所以到第五局的时候,宋宇春的压力还是很小的 若是他赢了,那就是锦上添花 就算他输了,他们队伍整体还是赢了的 所以相对来讲,在知道自己的处境之后 宋宇春上场的时候呢,甚至要比平时的时候还要放松一些 02,宋宇春PK钱江涛不同类型的碰撞 不过就算是不是关键的赛点 大家对于宋宇春的表现也是很期待的 毕竟卡克什被西平风断言至少能够走到前三个种子学员 在此轮较量当中,宋宇春上场的时候穿着一件学院风的裙子 头发很随意的披反着,整体看起来非常清晨可人 当他开口的时候又是与外表反差极大的成熟的嗓音 此次善宇春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 是翻唱版的Forever Young 如果闭上眼睛去倾听的话 你一定会想象不到 这是一位18岁女孩唱的歌曲 这个嗓音过于成熟 而且歌内蕴含的感情也不是一个小孩可以体会到的 对此,薛廷风老师的点评也是一语重地 称他是一个奇怪的老灵魂 此外与善宇春对战的是李宇春战队的田江涛 比起善宇春这位夺冠热门 田江涛似乎有点岌岌无名了 不过好歹是前20强的选手嘛 他的唱功呢,声音也是十分值得推崇的 田江涛上场的时候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件黑裤子 不得不说他留长发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油腻 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帅气感 如果他可以再瘦一点 肯定会有很多的观众喜欢他的形象 和善宇春一样 他的长相和声音反差也很大 他的嗓音是那种很干净的声音 其实在我看来呢,钱江涛还是场上为数不多的一名原创歌手 他与善宇春对战的时候选择的是他的原创歌曲《雨天》 这首歌的歌词极其有诗意 听着他的歌大家都能够仿佛想象出那个有诗意的画面 他在一些转音的部分也处理的非常好 基本没有出现失误 03,善宇春轻松获胜已成夺冠最大热门 如果和别人比拼,钱江涛也许是可以凭借着干净的嗓音和原创歌曲获胜的 然而他遇到的是善宇春这个极实力与人气与一身的女子 虽然在歌曲上胜过善宇春的翻唱 但是他在声音上没有善宇春的声音受欢迎 在唱功方面也没有善宇春稳 最后善宇春凭借着自己的胜利又给自己的队伍增贴了2分 李建岛市的战队也以大比分战胜了李宇春老师的战队 而在看完善宇春以一位原创歌曲的比拼之后呢 大家更为清晰的了解到了善宇春的实力 很多人都表示谢霆凤老师当初说的没错 善宇春确实是今年的夺冠热门呀 虽然他年纪很小但是实力是非常强的 不过也有专业人士觉得善宇春还没有那么强 还需要时间来沉淀 现如今大众把他捧得太高了 不一定是好事情 正如李建老师给他的建议 音乐的道路很长好好念书上大学 别辜负那些喜欢你的人 04 现场乐评人称 善宇春歌很好说话有瑕疵 正在大家对善宇春的实力展开议论的时候 作为观众参加好声音2020淘汰赛录制的现场乐评人 也是对善宇春的表现做出了点评和回应的 这位乐评人在社交平台上面发了一长段文字 来评论善宇春的表演 该乐评人表示善宇春是个很有天赋的选手 他的这首歌虽然在原曲方面做了一些改动 但是仍旧保持了这首歌的意境 他还觉得能够在这个年纪 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成熟还不显得油腻 确实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 在快完善宇春给自己带来了震撼之后 该乐评人也用专业的眼光点出了善宇春的缺点 觉得他在最后的那句关于轻车的感悟有点败好感了 在乐评人的看来 永远年轻永远润泪盈眶这一句话 被18岁的人讲出来会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 说白了就是有点故作成熟的意味 最后这位乐评人也是做出了总结 虽然善宇春那句话让人反感 但是歌曲还是很好的 词不掩喻 虽然在专业的人士面前 这个善宇春确实是不完美的 但是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作为歌手也要学会说话 换言之在轻松的战胜前江涛之后 善宇春虽然成为了最大夺冠热门 但也暴露了缺点 说话方式或许或许会成为他最大的瓶颈 其实说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学会说话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一个会说话的歌手注定比不会说话的歌手更受欢迎的 当然也有网友站在夏宇春的这一边 觉得乐评人所讲的不一定全是正确的 毕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 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好了 在你看来山医师的这一句永远年轻永远热烈盈眶 到底有没有觉得油腻感呢 欢迎留言哦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